所以当我们在词这个咒语的时候 有的人说这咒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把它翻译 翻译成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汉字的意思 譬如说心经后面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萨婆赫 那这个意思叫做去去到彼岸 赶快到彼岸 那这个翻译成这样子 你就感觉这个咒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还有点俏皮 所以很多人他总是喜欢 想要把它翻成一个能理解的内容 但是事实上 为什么古德他把这个咒语保留他的音 而不翻其意呢 主要就是要让我们超越思义而达到不思 因为你这个咒没有办法想 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反而回到你的内心的本体去持送 当我们在持送这个菩萨的咒的时候呢 你所相应的是菩萨的心 你的心跟菩萨的心相接通 相感应 那感应了之后呢 从自己的心的本体当中啊 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他这里呢就讲啊 菩萨的也是这样子修 有我闻思脱出六成 那不再被这个色身相为处法所转 就是脱离了脱离了之后呢 回归到自己的心的本体 这个心的本体啊 其实没有障碍的 所以啊就会像是声音超过这个墙一样 不会被障碍 那菩萨的咒力就是如此的 他不是只是一个声音 他是因为呢 心的本体而产生的不思议的妙用 他超越了现在可以看得到的 听得到的 想得到的 有限的这个范围 所以呢 菩萨呢在这个持咒的时候啊 由于用心的本体来持 不是用思维的 不是用想的 或者是用理解的 所以呢 这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禅定的功德 这是三昧的力量 那我们持的人呢 就跟菩萨的心是一样的相通的时候呢 也会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就远离了恐惧 远离了颠倒 所以这个叫做失无畏 菩萨不失给众生 让众生拔起苦恼 我们不再害怕 不再害怕呢 是因为菩萨的这个咒力啊 不可思议 那咒是由菩萨的慈悲心 心的本体 而展现的一种功能 所以啊 这叫做菩萨的一个咒 不可思议 花萨的咒势 然后让你 快来 真的 我 试